租房子 房东附上家具床垫 高雄一位房客 睡了半年退租时 因为这张床垫被扣押金 就是这张床垫 原PO说床没坏也很白 短租半年都有使用保洁垫 房东却说睡了很痒 有蛮虫 不止押金一万六不退 还要倒贴一万元 房东还透露 自己在高雄法院上班 总共要扣房客两万六千元 就是说他睡了会痒 然后叫我将心比心 房客指示女学生 被扣两万六有够傻眼 网友觉得超扯 超级吸血鬼付清洁费就好了吧 房东不按刷备 所以才养吧 这样的一个自然耗损 跟结果呢 不可规则于这个陈主任 这个在法律上呢 显然是毫无道理可言 律师表示 床垫没有被破坏痕迹 沉满肉眼看不见 正常使用也可能出现 可以寻求法律协调 要回押金 还有这种奇葩房客 监视器拍下 白色轿车再走整张床垫 但居然是把床偷走 房东超傻眼 说四个房间租两万元 还被欠三万电费 床居然也要搬走 PO文要找离谱房客 网友狂酸是认床吗 有点狂 两个月三万电费 机房哦 也有人搞笑回应 想知道床是什么牌子 本所后续通知 当事人灵心案情终 房东狮子大开口 床垫有成蛮 倒扣两万六 或是诡异房客偷走床 离谱租乌乱象 让人大开眼界 记者叶振云 郭怡珍 高雄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